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少数组一媒体服务机构EMS周四与CDC代表举行小组讨论会 继续通报新冠疫情活动 并回答针对民众疫情疫苗接种的相关疑问 COVID-19在美国的传播速度 仅次于该病毒留下的困惑和混乱的传播 为了打击这种错误信息的流行 疾控中心不断派代表到现场与各种形式的媒体联系 并创建新工具来帮助个人及时了解与COVID相关的最新信息数据 随着更具侵略性的Delta病毒变体的增加 以及关于爆发性病例或接种疫苗者感染COVID-19的报告 许多人对疫苗的有效性表示担忧 疾控中心的代表表达了他们对疫苗的信心 并指出虽然爆发性病例确有发生 但接种疫苗的人因病毒导致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仍然很低 疾控中心代表强调 COVID-19对国家影响已久 但目前重点依然是要继续保持警惕和谨慎 尽可能降低感染率 住院率和死亡率 虽然目前尚无法提供恢复正常的时间表 但希望人们尽到自己的责任 接种疫苗并保持安全 未来情况或许就会好转 凤凰卫视白亦臣报道